唐洛文与马国民的婚礼即将在12月举行,这对明星情侣的大喜日子备受关注。 唐洛文在近期的一次活动中透露了这一消息,他表示婚礼的地点暂时保密,而且计划将会是一个简洁而温馨的仪式,预计持续两三天。 马国民目前正忙于新剧的拍摄,而唐洛文则选择在这个重要时刻推掉了所有工作,以便全心全意的准备婚礼。 马国民对此表示,婚礼的时间虽短,但不会影响到他的拍摄工作,他对此并不担心。 他还透露,婚礼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唐洛文一手包办,他只需配合即可。 马国民的演艺生涯始于TVB第14期议员训练班,他与多位著名演员如吴卓熙、黄子恒等人同期。 他在《铁马寻桥》中的表现,为他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并与剧中的演员唐诗勇、林子善、郑嘉颖、黄家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感情生活方面,马国民经历了几段高低起伏的恋情。 他与胡定心在2008年因合作无动奇迹而相恋,但最终因为性格不合,选择和平分手。 2017年,他与黄心颖的关系,因黄心颖与许章的出轨事件而结束。 在那段艰难的时期,马国民依然坚持拍戏,直到拍摄结束后,才开始处理个人的感情问题。 马国民与汤洛文的恋情,在2020年得到公开确认。 管外界开始对他们的关系,有逐多猜测和议论,但两人都及时澄清并坚持自己的感情。 2021年,汤洛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问称,如果马国民暂次获得失敌,他们就会结婚。 这一言论引发了粉丝的期待,可惜那一年,马国民并没有拿到失敌。 现在,两人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汤洛文希望能有一个如童话般美丽的婚礼。 而马国民作为一个贴心的伴侣,定会尽力满足他的愿望。 马国民即将迎来50岁的人生里程碑,他们计划婚后尽快迎接孩子的到来。 汤洛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与朋友们在首尔的聚会照片, 其中包括未来婚礼的伴娘团成员。 照片中他笑容满面,状态良好,显得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汤洛文曾因容易发胖,而被网友们戏称为肥汤, 但如今的他展现出了准新娘的光彩。 我们也由衷地祝福他,在这里小编非常期待马国民和汤洛文的婚礼, 愿他们新婚幸福,共同迎接新生活的美好时刻。 他们的婚礼不仅是两人爱情的见证,也是他们共同人生旅程的新起点。 马国民和汤洛文的故事,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每一步都充满了甜蜜与挑战,很多粉丝也从质疑变成了祝福。 随着婚礼的临近,两人的粉丝和媒体都在期待着这场盛大的庆典。 虽然两人选择了一个简约的婚礼, 但这样的选择更能体现出他们对于婚姻的真挚态度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49岁的世底马国民与他的女友汤洛文于12月13日在泰国的苏美岛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为了展现出最佳的婚礼氛围,马国民选择了非常低调的方式, 并在当天严格禁止任何照片的泄虑。 当天两人都穿着礼服出席了婚礼。 然而到了12月16日的13点14分, 马国民与汤洛文都公开了他们的婚纱照片。 接着众多的宾客纷纷分享了他们的照片, 众多的明星纷纷出现,场面异常热烈。 马国民与汤洛文穿着纯白的C服和婚纱, 在海滩上盛开的白色鲜花中合影留念。 他们的美丽仿佛是偶像剧中的一幕。 伴郎背对着两个人拍了一张合照, 但请不要在镜头前涂舌头, 这样的画面既有趣又充满了爱意。 伴郎伴娘团的成员阵容相当出色, 他们的服装也显得非常英俊。 所有伴郎和伴娘都身着卡其色的服饰亮相。 TVB的所有演员都拥有高挑的身材和非常容易识别的面容。 当所有人从长桥走来, 他们的步伐就像TVB电视剧里的场景充满了英勇的气息。 据了解,那天包括唐诗勇、高海宁、黄家乐、 林子善、陈敏之、李诺毅、 蔡思贝在内的TVB明星都参加了这场婚礼。 为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众多伴娘和伴郎纷纷前往苏梅岛。 马光明与汤洛文也为伴娘们精心准备了两种不同的服装造型。 其中一套是粉红色的婚纱礼服。 新人身旁有一套水绿色的断织礼裙。 伴娘们身穿这件水绿色的裙子, 每个人都手持一束鲜艳的花朵。 另一套则是粉红色的礼服。 新娘穿着粉红色的婚纱跟随。 新娘的领结上绣有一朵玫瑰花。 整个画面充满喜庆气氛。 白色和绿色的交融与现场的整体布置相得益彰。 色彩和谐,显得非常的唯美。 这充分展现了婚礼的用心和投入。 随后汤洛文穿上了一件红色断面绿裙, 并在手上佩戴了一个巨大的流星垂金手镯, 展现出她的富贵气质。 婚礼现场,新娘和伴娘都戴上了戒指。 伴娘轻轻地将她的手放在汤洛文的手上, 然后向新娘轻轻嘟起嘴巴亲吻。 整个场景充满了爱意。 随后小花刘颖玉也展示了马国明的婚礼照片。 她不仅在晚宴上紧紧拥抱汤洛文进行了一场深情的亲吻, 而且在婚礼现场也毫不掩饰地展示了与汤洛文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天刘颖玉身穿一条咖啡色短裙出现, 大胆地展示了她的完美身材。 在采访中,她说自己是一个标准的美女, 她的性格却非常内向,不喜欢张扬和炫耀。 她的身材修长,容貌出众, 与汤洛文在外貌上毫不逊色。 实际上,当天的伴娘团在颜值上都是出类拔萃的。 有些网友甚至感叹, 几乎超过了新娘汤洛文的美貌。 在伴娘群体中, 高海宁, 唐诗勇和蔡思贝被TVB普遍视为角色美女, 新人气甚至超过了新娘汤洛文。 在婚礼当天, 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婚纱礼服, 白色丝绒连衣裙, 搭配黑色蕾丝花边的高龄小背心, 和粉色记载长裙。 尽管这一次她统一选择了伴娘服, 但她的颜值仍然非常出众。 在这一特别的日子里, 所有人都一致决定将C位让渡给新郎和新娘。 在众多伴娘和伴郎的陪伴下, 马国民与汤洛文在大桥上 完成了一系列独特风格的婚纱摄影。 其出众的颜值和高档的色彩搭配, 为整个场景带来了强烈的世界冲击。 据了解, 马国民为了这场婚礼,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因此婚礼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婚礼现场, 有很多人都是在现场拍摄照片的。 不管是批评面部, 还是进行远景摄影, 都是完美无暇的。 在争夺花球的环节中, 高海宁、蔡思贝、 陈信贤等人作为姐妹团都表现得非常努力。 最终高龄获得了汤洛文的花球。 大家都笑到前阳后合, 气氛非常愉快。 随后马国民与汤洛文在现场共舞, 但马国民转身的瞬间, 公主突然抱起了汤洛文。 这一幕让现场响起了尖叫。 49岁的马国民终于走向了婚礼的神圣殿堂。 尽管婚礼在短短几天内就画上了句号, 但仍然祝愿她新婚快乐, 并永远沐浴在爱情的温暖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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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